《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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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叫《文明》 來自於中國深圳 從小我就熱愛書法和藝術繪畫 從中國到達美國 我開辦了學校 我的繪畫作品曾經好萊塢 在教杰亞那一週拍電影《功夫》 用來作為背景 我的繪畫也成立在 加州的州府那個白色的大樓裡面 今天我來到這裡 非常地榮幸和開心 因為我們大家來共同地 把這個中國的傳統的書法拓展 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化 可以告訴我們 中國的文化學習法嗎 中國書法在當中也是一種文化藝術的表現 它不同的毛筆 它就表現不同的 還有我自己感覺不同的筆和不同的紙和畫家 藝術家所表現的繪畫作品 通過這些工具 也可以產生不同的情感 我還有這個墨色的鋼絲龍蕩 鋼絲龍蕩 叫來組合一幅作品 一般做 當一幅畫作品完成了 要給這個作品要寫一個名字 作品的名字 古代人說提高 這四高 就是這個畫的名字高雅 同時也會把繪畫作品推上一個高槽 這裡有兩個代表性的 你只是看看這是什麼動物啊和這一個 這真是很酷 因為我是《Year of the Dragon》 所以我認識了《Year of the Dragon》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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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這個是陶瓷的 我就這樣蓋下去 這個已經兩年了 營養沒有乾 然後沒有乾 沒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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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回 我沒有乾 那是好酷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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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它的名字就是印尼 珠沙 我想來自於植物 不是化學 今天我們寫的這個 木蘭 是它的名字 這個英雄 女英雄 中國的女英雄 古代的 是嗎 忠誠 勇敢 真誠 這是我們每一個戰士 缺少不了的 現在我們來練習一下中國的書法 學習中國傳統的藝術 第一個我們感受一個中 中的這個字的組合 是一個中心的中 下面是心 這是一個心 在中國 兩個 第二個是勇 勇敢的勇 我想這個勇子的結構 它是一個人物 帶有盔甲的 下面是很有力量的 這個是單純是個力量 它組合起來 是戰士英勇的 在戰場上面奮鬥 好 第三個是 爭 爭 爭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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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真誠吧 好 我們以慕南 慕南她是中國的歷代的女英雄 她是以帶父親去參軍 然後保衛自己的國家和領土 我們現在寫 牧南的名字 很熟 這個牧南我想也是一個 這個也是一種植物 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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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你們 給我這次機會 讓大家了解更多的中國文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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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